有人信心 对 他好 他说我违约 亲友签订说违约 这些不管我了 什么都没有了 谁在越讲越生气 因为余老先生 怎么也没想到 花了十几年整合的土地 以为能够顺利都更 却被对方整网旁去 拿出当年签约文件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原来十八年前 余先生在新北市板桥 整合一块上千坪的土地 过程中却碰上资金问题 于是找来知名建设公司董娘帮忙 当时双方协议要借钱合资 并将土地过户做担保 原本说好三期分润 不过事后对方却翻脸不认人 只说这是土地买卖交易 提到自己今年已经高龄 九十七岁 却依旧官司缠身 就连法院判决结果出炉 认定双方是合伙关系 应该清算财产 但对方却不认账 甚至还使用拖延战术 而这块土地其实就位在 新北市板桥车站周边 面积将近三千坪 开发后市值更是上看五百亿 面对指控建设公司回应 这属于董娘个人行为 和公司无关 另外接稿前也尚未取得 当事人回应 九十翁打官司 告上董娘 这场土地开发纠纷 恐怕一时半刻还不会落幕 近新闻综合报道 想要看更多精彩新闻影音 请订阅按赞进行新闻 并且开启小铃铛 接收最新的影片通知